這影片由沒有人贊助播出 希望大家可以按讚訂閱分享支持一下囉 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NO哥 昨天呢東南亞服已經開服了 有很多的台港澳朋友或者是海外的朋友呢 都來問我要如何下載這個東南亞的版本 我回答了很多次喔 那覺得太多人問了 所以呢我今天決定要做這個影片來告訴大家 那其實呢很簡單啦 就有分成就是安卓和iOS iOS呢其實非常的簡單喔 你只要註冊一個新的帳號 然後呢把區域換成是馬來西亞、新加坡 甚至是泰國、印尼都可以 你們就可以直接從你們的iOS的商店直接下載一下 如果是Android的朋友們呢 那你們可能需要通過第三方軟件 就是TabTabAPP或者是QOOAPP 或者是甚至其他的第三方軟件呢 才能下載這個遊戲 然後呢你們就可以用你們的谷歌賬號 直接進入遊戲的喔 來這裡呢我就演示一下 給大家看怎麼去下載TabTab喔 下載TabTab呢很簡單 你們就只需要去你們的這個流覽網頁 然後呢搜尋Google.com 之後呢你們就打TabTab 那如果你們覺得想要直接下載國際版的 那你們直接按國際版 那基本上呢是要有國際版的才能找到這個東南亞國 但是如果你沒有下載到國際版的也沒關係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有TabTab.com的喔 那我就教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吧 那你們直接點進去這個TabTab.com 然後呢你們看到這裡還會出現一個叫你們下載的 那如果你們這裡不會尋找國際版的那沒關係喔 你們直接從這裡呢直接按下載 那你們按下載之後呢 他就會下載了第一個這個TabTab 那你當你第一次啟動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你是否要下載國際版本 那你又直接按下載 那他就會直接下載到另一個這個國際版本的這個TabTab 那這裡呢我們直接按這個放大鏡 然後直接搜尋Ragnarok 然後空格X 然後呢你們直接按這個檢查Ragnarok的搜尋結果 就會看到有一個RO先進傳說新世代的誕生 後面的區域呢一定是要SEA的喔 SEA就是代表東南亞服的意思 好那你們只要從這裡呢直接點這個下載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這裡呢是已經下載了 所以呢我就可以直接點這個啟動喔 那如果你們是還沒下載的話 你們可以從這裡直接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你們是可以直接用你們的谷歌帳號 直接登錄的 那雖然他那邊可以有很多種帳號 比如LINE啊 Facebook啊還是谷歌都可以 可是我覺得你們用谷歌帳號登錄的話 你們就是可以通過谷歌的那個App Play Store呢來 儲值會比較方便 只需要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IOS朋友們的儲值方式呢更加的簡單啦 對不對那你們就直接通過你們IOS的那個商店 就可以直接儲值了是比較方便的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是那麼短 就是為了要告訴大家要怎麼去下載這個遊戲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玩家 都想要來這裡體驗一下 那這裡呢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他的充值呢還是跟台服有點不太一樣的喔 就比如這裡的100美金的話呢就已經是 53000的鑽石啊台服好像是 51000 好那這裡的話呢他直接給你珍貴呢是直接給你水晶喔 那這裡的話呢就看大家是怎麼說 那這裡呢我已經是除過了一單啦 好那想要一起玩的朋友們呢 歡迎來到我的這個服務器 我這個服務器呢就是下面的第一個奧丁 然後呢這裡的最後一個Opera Pandem 這個呢就是屬於第一大區第一府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玩的話 那可以過來我們的這裡 那這裡呢其實華人的比例也是占蠻高的 基本上幾乎我們的工會裡面喔 全部都是屬於華人 而且我還知道還有好幾個工會都是屬於華人工會的 那只要你加入的話呢 基本上都不會那麼陌生比賽 你看這些都是有華人在的喔 好那希望大家來到這裡呢 也可以有一個很好玩的一個體驗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那喜歡朋友們呢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每天晚上9點呢我都會在YouTube頻道直播 謝謝大家啦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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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